衛福部嘉義醫院的麻醉科主任曾慶輝 他的女兒在韓國大學求學 結果在六號晚間被酒駕者擦撞身亡 而曾慶輝對青瓦台發起了連數 請求韓國政府提高酒駕的刑責 但是目前的請願連數只有七千多份 必須要到二十萬的門檻 才能夠獲得韓國政府重視 因此他也拍影片向國人喊話 希望能夠串聯更多聲援力道 雨帶哽咽自理行間透露對世緒的愛女 滿滿的不捨 衛福部嘉義醫院麻醉科主任曾慶輝 面對鏡頭透露二十八歲女兒 在韓國的大學就讀神學班 卻在六號晚間在首爾的返家途中 遇上奪命車禍 他綠燈走在斑馬線上時 遭酒駕闖紅燈擦撞身亡 一個家庭從此破碎 曾經會化悲憤為力量 對清華臺發起連數 請求韓國政府提高酒駕刑責 拯救更多不幸 不過要喚起韓國政府重視九家議題 門檻不低 至少要超過二十萬份請願連署 曾經會辦完女兒後事 從韓國返台後 人目前在隔離 透過影片悲痛呼籲更多民眾參加連署 而連署書的內容提到家屬悲傷哭泣 都無法止住對女兒思念 只有懇求韓國總統跟議員 看見他們的悲慘 修改對酒駕有更嚴厲的法律 防範悲劇再發生 在議院的同仁也踴躍參與連署 立委則表示會立刻協調各單位提供協助 但距離二十萬門檻仍有一大段距離 立委強調會請警政署跟韓國警方多交流 設法解決在外國人問題 記者黃職業謝正麟 林韋婷 台北嘉義報導